曹操那个杂种 狗胆包天 竟敢行刺咱家 咱家是什么人呢 咱家是上天潜下来的杂种 是来忠心大汉王朝的 吕博社在吗 在 那就劳烦庄是通病一声 就说次董失败的侵犯曹操前来拜访 孟德 如果替曹操的手机陷入京城 朝廷赏五十斤 孟德呀 对了 还有中谋县令陈公台 和曹操一起前来 如替陈公台的手机陷入京城 朝廷赏千斤 风万户熬 这是什么意思 此人急功好义绝会卖用 难道你就如此幸运这个李博社 这么跟你说吧 我就是信不过成功台 也绝不会信不过我自个儿 伯父 你是侄啊 是我呀 是我曹阿满呐 冰蒙土 董卓的前锋将军华雄 带着西凉大军说要讨伐曹操 谁敢出战华雄 员公 我 有上将军攀放 员公 手持一柄百金重的开山府 有万夫不挡之勇 此人必可斩杀化茧 陈公 传将军可在 陈公 磨将在 你敢出战吗 莫就不敢 插出去 谁敢出战画雄 上金白两 赐两马五十匹 把攻守关于 请战画雄 你一个小小的公使 竟敢口出狂言 你以为我们众叔口 没有大将军了吗 插出去 谁敢出战画雄 上金金两 赐两马白匹 谁敢出战 阿攻守关于 请战画雄 插出去 谁敢出战画雄 阿攻守关于 请战画雄 刘关张三兄弟 一同生死 如果二弟不少 愿砍我三弟的人 不许也如此 担远游战口 zoning 没有一颗 date 我 没 传心